书写的所谓汉语 倘若到那时再来讨论汉字的规范化问题 恐怕就太晚了 好 感谢收看焦点访谈 再见 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 是谁带来人骨的呼唤 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 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 还是那久久不能忘忘的眷恋 我看见一座座山 一座座山船 一座座山船 小脸 而了碧 一座山船 那可是青藏高原 是誰 是誰 遙望著藍天 是谁渴望永久的梦幻 难道说还有残美的困 还是那仿佛不能改变的专业 我看见一座座山 一座座山船 一座座山船 相恋压拉松 那就是青藏高原 压拉松 那就是青藏高原 那就是青藏高原 《人生的态》 老师 那是一种